大家好,这里是Eastern新尼亚斯PTE口语课Speaking Speaking一共是有五个题型,总的答题时间是30到35分钟 那口语这道题的考试顺序是固定的 第一个题是我们说的read aloud 第二个是repeat sentence 紧接的是descript image 然后就是retell lecture 最后一个题是answer short question 我们今天主要来讲一下第一个题型 read aloud也是分值最高的一个口语题 和我们的descript imageDI 好,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read aloud的考试界面 RA是读一段文字 这段文字是可以关于任何话题的 字数是在30到70字左右 考试的时候一般会遇到6到8题 那这个题呢因为是读一段英文 所以也考察我们的阅读能力 也就是说RA做得好不好呢 除了影响口语本身的分数 也直接影响我们的阅读分数 所以一定要把RA重视起来 好,我们来看一下RA的做题步骤 RA这道题呢是考试一上来的第一个题 那考试呢是留时间准备的 40秒的倒计时时间 在这期间呢一定要大声的读出来 边读边断句 确保我们在准备时间内 要读完整段内容 最后倒还剩大概两秒的时间 即使没有读完也不要继续了 反回去看第一句 确保一开头不要卡住 因为一开始读就卡住的话 非常影响我们后面的心态 好,所以我们要为真正的录音做好准备 因为我们的回答呢只会被记录一次 那40秒之后录音条会开始录音 这个时间段的声音呢会被录入考试系统 记住读的过程当中 要保持自然 读错了也不要去改 不要去纠正自己 也不要停顿 因为为什么说不要停顿呢 因为停顿3秒就会自动跳到下一题 所以这期间不要做太长时间的停顿 那读完之后就可以直接点Next 进入下一题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RA的评分标准 Content 1分 Fluency 5分 Pronunciation 5分 那Content呢就是说 机器考察的是 你是否读的内容是和文本一致的内容 机器是否能识别出你读的单词 Fluency呢考察的就是 我们断句断的是否自然 读起来是否一扬顿错 语速是否是适中的 Pronunciation的发音就是 考察同学们是否有吞音的情况 这个原音辅音 发音是否饱满等等 所以我们RA可以总结为 主要考察的三大部分 就是我们的断句 生词拼读和发音 好,我们今天主要来看看 RA是如何断句的 首先我们看 借词短语可以断句 那比如说 The girl in the room is my sister In the room 是用来修饰前面的那个主语 The girl 那这个in the room这里 借词我们可以考虑在这里断一下 当这个主语很长的时候啊 主语后面 位于前面可以考虑做断句 这个是特殊情况 但是我们一般是在 借词短语那里是断的 主位是中间是不断的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定语从句 一个句子跟在一个名词 或者代词后面进行修饰限定 就比如说对词句进行补充 修饰限定 进而使这个原句内容更加完整 那这里我们举了个例子 就是We are facing many problems that or which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that后面的部分呢 是进一步修饰我们前面说的problems 那that这里就可以断一下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说的兵语从句 例子是 I believe that it is my responsibility to complete the task 我们that后面呢 引导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兵语从句 这个时候我们that这里 可以考虑断一下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从属连词 用来引导状语从句 比如when啊 before啊 after although because 这种词 我们在RA做题的时候 看到这些词都可以考虑去断句 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并列连词 and but so yet 这种词 在这里要注意一下 就是名词短语太短的话 我们不用断句 那比如说一个单词 and 另一个单词 比如Jack and Olivia 当我们这个名词短语太短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用断句 把它当作一个整体的主语去说 好 除了要知道哪些地方需要断 也要考虑哪些地方我们是不能断的 那比如就是我们说的连读 主要是以长单词或者词组为主 比如take for granted 这种常见的搭配 或者常见的词组 要学会连读 中间是肯定是不能断的 所以RA这道题 要注意该断句的地方要学会断句 不该断句的地方就要学会连读 那断句呢也不能断太多 一般一句断一到两次就好 语速说的时候呢也不要着急 语速不是快就是高分 所以我们建议啊 读完是一般剩17到19秒的时间 是刚刚好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根据题 看看怎么具体去做我们的RA这道题 好 这个题准备时间 一边读一边找断句 自己在做练习的时候呢 可以记得记个时间倒计时 好 预读的时候呢 语速可以稍微快一些 确保我们准备时间可以看完整段话 心态不至于慌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fiscal year fonds are allocated to each state accou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iversity's financial plan fonds are allocated to each account by object of expenditure account managers are responsible for ensuring that adequate funds are available in the appropriate object before initiation transactions to use the funds 好 我们现在从第一句开始看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fiscal year 在每个财年的开始 在这里呢 我们表示的是一个时间 起初 啊 这里是 是不是可以断一下 嗯 然后继续啊 主语fonds 啊 只有一个单词 太短了 后面不能断 我们说主语很长的时候 动词前面可以停 啊 这里是不是用的 好 继续后面 in accordance with 这里是不是可以断一下 同类别的啊 比如according to on the basis of 或者是说by means of 等等 这里表示啊 手段方式的借词前面 都是可以考虑断句的 好 继续往后 fonds are allocated to each account by object of expenditure 啊 这句话可以不断啊 主位边都不算长 那如果有的同学觉得啊 这句话还是太长啊 想断句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我们的借词by这里断句 啊 我们说的借词可以断 后面 account managers are responsible for ensuring that ok 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发现 that这里是不是可以考虑断句 that后面 引导的是一个完全的句子 啊 然后我们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 编语 定语从句 that前面 可以考虑断句 好 后面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那后面 我们看 adequate funds are available in the appropriate object before 我们这是不是可以在before这里听 before 同属连词 可以在这里听 然后再说 initiation transactions to use the funds 啊 因为 adequate funds are available in the appropriate object 这里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了 可以当一个完整的句子 诸位边都有了 然后 before 进一步 从属连词 修饰 然后 initiation transactions to use the funds 这里 借词可以断一下 好 我们接下来 再根据我们的断句 再来读一遍 是不是就很清晰地知道 我们哪里该断 哪里不该断 好 考试的时候呢 也是要这样的方式 预读的时候 找出断句 然后 再准 然后在考试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 根据我们的断句 开始再读一遍 好 接下来再看我们第二个 RA题 也是预读 一边读一边找断句 一边读一边找断句 The speaker is a marine biologist who became interested in the strandlopers an ancient people who lived on the coastline because of their connection to the sea their way of life intrigued him as a child he had spent a lot of time by the sea exploring and collecting things so he began to study them and discovered some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way of life how they hunted what tools they used and so on ok 预读结束 咱们一句一句来看 第一句 The speaker is a marine biologist who became interested 我们这个who这里 是不是可以断一下 像这种引导冰与从具的 我们的water呀 who啊 wage啊 这种 用来修饰前面的 marine biologist 是属于连接代词 这里前面可以断 然后读到后面的时候发现 这有一个生词 strandlopers strandlopers呢 说的是生活在非洲的一个族群 像这种词啊 在这个题里面 前后 他后面有进一步的去解释说 Asian people who lived on the coastline 考试的时候呢 如果遇到这种不需要知道是什么意思 只需要会读就可以了 像这种看起来比较好区分音节的词呢 我们可以尝试的去拼评 比如说strand一个音节 然后lo l-o-lo 然后后面是perse 是不是这样 大概分一下我们的音节 就知道啊 可以猜出来这个词大概是怎么读的 啊 在我们这里我们可以尝试着啊 去拼读一下 strandlopers 好 继续看 后面啊 because of their connection to the sea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their way of life intrigued him 又有一个生词 看起来生词不是会读啊 intrigued 还是一样 考试的时候遇到不认识的单词 不管它 知道这是个动词 过去是就可以了 不需要知道它具体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来按音节分一分 猜一猜读音 in in intriged tri intriged 后面 good intrigued 这个题 这个词呢 它是好奇的 感兴趣的意思 这种词呢 平时练习的时候 遇到就记录下来 我们要提高我们的单词量 多积累这些词啊 好 继续 as a child he had spent a lot of time by the sea as a child 这里 是不是也可以断一下 我们说的 as a child 形容的是这个主语 he as a child 这里也可以考虑断一下 exploring and collecting things so he began to study them and discovered some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way of life 是不是about这里 借词也可以断一下 这个about后面呢 说的内容具体形容 是什么样的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我们about这里 借词也可以考虑断一下 后面 how they hunted what tools they used and so on okay 好 40秒准备时间 差不多就结束了 再根据我们预读时 分析的段句 再来读一遍 the speaker is a marine biologist who became interested in the strandlopers an ancient people who lived on the coastline because of their connection to the sea their way of life intrigued him as a child he had spent a lot of time by the sea exploring and collecting things so he began to study them and discovered some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way of life how they hunted what tools they used and so on 好 注意啊 这里的strandlopers intrigued 这种简单的词 考试如果遇到 不会读 没有关系 可以尝试着 去猜一猜读音 考试的时候 千万不要纠结 你觉得是那么读 你就相信 它就是那个发音 自然的读过去 如果实在不知道 这个词怎么读呢 那就直接用something代替 不要因为某个难读的单词 而影响我们的流利度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 需要用something的题 好 还是预读 一边读一边找断句 The curriculum enhances the general management program with health related courses Dr. 人名 读一看不会读 Doctor something says required courses include healthcare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economics and strategy of health sector management students may also take electives such as medical device commercialization healthcare marketing and the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好 我们接下来 一句一句看 The curriculum enhances the general management program with health related courses 我们借词这里 位子是不是可以考虑断一下 因为前面 可以算是逐一边都有了 然后位子呢 进一步修饰 我们的这个program 是health related courses 这个位子 如果这里面想断的话 可以考虑在这个借词这里 可以断一下 后面 Doctor something says 这个 这个人名 姓氏 我们考试预读的时候 一看 不是很会读 那我们就直接变something 不用纠结 继续 required courses include healthcare in the 21st century 21st century 这里是不是 这里是不是可以考虑断一下 21世纪 这个借词短语断句 可以考虑断一下 然后继续 and the economics and the strategy of health sector management 继续 students may also take electives such as 这里出现了 好 这里你就要知道 我们这个such as 后面呢 要开始举例子了 这里也是 such as前面 也是可以考虑断句的 medical device commercialization 好 在这里要注意啊 这里呢 such as后面不是举例子吗 然后你看 medical device commercialization 是一部分 healthcare marketing 是一部分 然后后面是 the economics 和management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是一个位置 这道题呢 比较容易出现 失误的地方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medical device commercialization 这里是三个单词 连在一起的词组 也就是需要去连读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断的 而这里要在预读的时候 就要注意到 每行的最后一个单词 和我们下一行的 第一个单词的连接关系 这个题啊 难就难在下一行的这个 commercialization 正好是一个多音节 是比较难读的一个单词 所以我们在读到medical device的时候 我们的眼睛 要去快速的看 下一行的那个单词 眼睛要比嘴巴 快大概一到两秒的时间 要提前做好准备 后面有 然后再看啊 也就是说medical device device commercialization 中间要快速的去看 不能出现 有断句的情况 这里 好 然后后面 突然出现有两个and 都是可以考虑断句的地方 是并列连词 可以考虑断句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选一个and 选一个地方断就好 那我们选就 选第一个and 断一下就可以了 好 我们 这里呢 像commercialization pharmaceutical 这种单词 都是常见的词的变形 读音比较拗口 考试的时候呢 很容易卡在这种词上 所以平时一定要多积累 79分的同学呢 这些词是一定要读熟的 65分的同学呢 尽量读熟 那50分的同学呢 可以选择直接读something 但是平时的时候 也要多积累这种单词 确保在不破坏流利度的情况下 去把它读对 然后像这种常见的人名和姓氏 平时练习的时候 可以多去积累 那这里出现的人名呢 是读schoolman 中文翻译过来是读 是叫舒尔曼 好 我们根据预读的时间 分析出来的段句 再来读一遍 The curriculum enhances the general management program with health-related courses Dr. Sampson says required courses include health care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economics and strategy of health sector management Students may also take electives such as medical device commercialization health care marketing and the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好 我们根据我们 大概分析出来的段句 是不是分析完段句之后 我们就很好的去读了 也能确保我们读的时候 是一扬顿错的 有快 有停 所以对于RA这道题来说呢 段句是很重要的 平时练习的时候呢 要注意去多分析段句 多练习如何在30秒的时间内 找到可以段句的地方 一边找段句 一边大声的朗读出来 RA考试的时候呢 会出现一到两篇的 比较难读的题 考试的时候呢 有完全不认识的单词 那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这个时候呢 该变something 就变something 但是也别忘记啊 该重音的地方 还是要重音 在这里提一句 对于79分的同学 RA是先评分内容分数的 所以一定要慎用something 因为有些词呢 对于79分的同学 是一定要会读的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 你用了something 你的内容分就会相对少一些 所以啊 79分的同学 在确保不影响流利度的情况下 平时一定要多注意 我们的词汇的积累 好 我们RA的题呢 就讲这么多 现在来说一下 我们RA的练习方法 好 我们box里面呢 有我们的RA基金 是很好的复习材料 以及我们总结的 FIB阅读基金 都是练习RA很好的材料 那这里为什么要特别的提到 我们FIB阅读基金呢 考试的时候啊 RA遇到基金的概率是很小的 那即使遇到了 也不一定是原题 所以不能只看基金 RA很多短文呢 都是从阅读题摘抄过来的 这个时候我们拿阅读基金 FIB的基金去练习RA 不只可以锻炼我们RA说的能力 也可以加深我们对阅读题的印象 所以这两个题型啊 可以结合起来去练习 无论是一开始练习PTE 或者是即将PTE考试的学生 要做到每天至少五个RA 注意练习断句 按考试的方式去练习 一开始呢 是30到40秒的倒计时准备 倒计时结束后呢 开始录音 练习的时候呢 如果碰到生词 先按something再提过去 学会去把生词 瞬间替换成something的能力 然后再去总结生词拼读 建议准备一个单词本 然后反复的读总结的单词 练习意思和发音 因为我们RA呢 是口语题 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个单词怎么拼写 我们需要熟悉快速连读 多积累词组 词语的搭配 那比如说刚才提到的 take for granted这种单词 考试的时候呢 就知道我不会在这三个单词当中 中间卡住 一定要注意连读该卡的地方 该断的地方我们就要断 不该卡的地方我们就绝对不能卡住 好对于口语发音需要提高的同学呢 练习的时候呢 要注意重音以及我们的音节 把自己的发音慢慢给纠正过来 好我们RA呢就说这么多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descript image 这个题和RA不同 只给口语本身加分 这是我们DI的考试界面 DI呢也是有准备时间 25秒的倒计时时间 根据图片提供的信息 来去描述这个图片 那RA主要考的图呢 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线图 筑图 丙图 以及我们的流程图 地图 那地图就包括世界地图和区域地图 以及我们说什么信息都没有的照片图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说的 其中任意一个组合起来的组合图 好来看一下我们DI的评分标准 我们DI这个题啊是要做到用尽可能简单的表达方式 尽可能多说图片的内容 采分的词都说到了 也就意味着内容分就有了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用什么高大上的句子去形容这个图片 高大上的句子如果说的好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说的不好的话就会影响我们的流利度 得不偿失 所以注意两点 一就是模板一定要记书 灵活它用模板 那DI的容错率呢是非常大的 它没有逻辑 不需要语法 练的就是我们说的口语的肌肉记忆 第二就是我们说的 只要是图片上有的信息点都可以 没有高低贵件之分 但是尽量说到30秒以上 那首先你说不够30秒的话呢 你的内容分本身可能就达不到满分 说的少了 机器就会判断出做同样一个题的其他考生 说的多 所以有了模板的基础上呢 我们在预读时间找信息点就变得非常关键 这是很重要的一步骤 那我们来看看25秒的准备时间 应该从哪 怎么去从图片上找哪些信息呢 好 我们可以第一个来首先看看我们图片的分类 看它是著图啊 还是丙图啊 还是流程图 先分好类别 然后我们可以再去看一看题目 看这个题有没有明确的说 我们是关于什么样的一个话题的题目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去看看数据了 比如我们说的分类啊 横坐标 纵坐标 这个时候呢 我们准备6到8个数据就可以了 最后再来一个conclusion conclusion的时候呢 可以说color啊 颜色或者是最大最小值 或者是如果有的图片啊 有告诉你这个图片的来源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source说上 把这个source说上 好 40秒开始说的时候呢 要严格按照模板来说 但是DI始终是口语题 所以要和2A一样注意我们的断句 好 今天主要来看看怎么根据不同的类型的图片去找信息点 然后探用在模板里 好 我们来看这个柱状图 好 我们知道它是bar chart 类型确定 然后再看一下有没有题目 title 很不幸啊 这道题没有给任何title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数据里面可以考虑分类 这里的分类 我们有ground water和public supply 嗯 好 然后再看看我们的数值 嗯 这个图呢 看上去数字都比较好读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选有把握的不会卡的数字 比如说我们的10 20 80 70 啊 再看看啊 有没有比较有特点的数字 比如说最高最低 啊 那你看黄色的430 430 以及我们蓝色的240 啊 240 啊 注意找数值的时候呢 一定按顺序找 可以从上到下按顺序找 从左到右啊 看自己的喜好 数据呢 不用找全 信息多的时候啊 5到6组数据就可以了 然后呢 呃 左边那一绿的那个 啊 名字也可以说 few 啊 food or drinks 这些都可以说 然后再来看看我们的颜色 颜色可以说 purple yellow blue 这些啊 最后 数据找差不多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个conclusion了 好 这里要说一下 找数字的时候呢 可以遵循的特点 首先 如果图标里 如果这个题里给出了啊 具体的数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一些具体的数字 啊 挑最好读的来读 然后我们再去看看 有没有最有特点的呀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最大最小值 啊 最高最低 是什么 啊 然后就是我们 如果说我们这个题呢 没有给出明确的数字的话 啊 只给了横纵坐标 啊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 可以加进去below某个数字 或者是说over 或者是around某个数字啊 都是这样 都是可以这样说的 说的时候呢 千万不能停顿 说模板的时候呢 是眼睛去看数据 避免停顿的时间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DI的模板 是一定要数的 好 这道题啊 怎么去找信息点 我们就说到这里 下面再来看一个柱状图 好 这个题也是 按我们的步骤 一步一步来 首先类型 这是一个bar chart 确定了 然后再看题目 好 我们有一个题目 population of major European countries in 1997 and 2007 在这里要注意一下 我们不需要全部读完 如果题目里呢 有不好读的年份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说了呀 那我们的题目就可以说是 population of major European countries 到这儿是不是就可以停了 然后我们后面年份 如果觉得不是很好说的话 我们就可以不说了 那我们再来看分类 国家也可以说 没有必要把国家的名字 都说出来 挑好说的说 那比如我们这里说的 Turkey啊 United Kingdom啊 比较熟悉的这种 简单的发音这些 我们都可以说 还有左边的那个 population millions 这些都是可以说的数据 数值呢要从上到下 直接读坐标 那也就是我们这里的 90 80 70 60 50 40 30 这些都可以说 那注意啊 图片上有的信息点呢 都是彩分点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所以这些挑几组数据说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看我们的颜色 好 我们这里面是red and yellow 好 我们数据呢 现在找的差不多了 找几组就可以了 找太多也没什么用 因为我们只有40秒说的时间 所以最后呢 找差不多 我们就可以来个conclusion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地图题 那地图题呢 一般都是常规的题 但是如果遇到这种 什么信息都没有 要数值没有数值 要颜色 也就只有两个颜色 那除了红点 还有就是下面那一句话 这一看呢 信息点特别不好抓 不知道怎么说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题怎么做 首先 我们是不是还是可以按 我们找信息点的规律 去看这个分析这个图形 那比如说 类型 好 我们确定它是 global map 世界地图 然后再看我们的题目 好 那句话可以当题目 city with at least 1 million inhabitants in 2006 好 然后再看颜色 这里可以说是 gray and right 灰色和红色 到这里 很多同学呢 就感觉没有东西说了 就算没有直接标出来 国家的名字 那我们灰色的部分 是不是世界地图啊 那地图 是不是就有国家可以说呀 好 我们地图的顺序呢 可以遵循 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的顺序 比如这个题 就是 North America South America Europe Asia Africa Asia 然后还有下面的 Australia 然后 我们再找找 有没有特点的数据 比如说 红色部分多的 比较 红色部分多的国家 你看有 China和India 这两个我们也都比较熟悉 是不是可以说上去 好 这个时候我们数据呢 就找的差不多了 最后来一个 Conclusion就可以了 有的同学说呢 如果是遇到了 区域地图怎么办呢 那我们是不是找信息点的时候 也可以用 除了用我们这个 找信息点的这个规律来看的话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词 可以考虑 就比如说 Western Area Eastern Area 就东南西北这种 然后就是 Central Area Regional Area 中心区域 或者是边缘区域 是不是这些 我们都可以用上来 然后我们说的 常见的PTE考试的地图题呢 一般可以分为 世界地图 非洲地图 印度地图 以及我们的澳洲地图 所以这几个国家的 常见的地名呢 我们可以总结下来 读书 考试的时候呢 如果遇到这些国家的地名呢 我们就会很熟悉 不会卡 在这里啊 注意说的时候 千万不能卡顿 说模板呢 是眼睛去看数据 避免停顿的时间 一时想不起来呢 也没关系 咱们就用after that 这种连接词去连接 留时间快速的去找到信息点 最后强调一下 很多同学啊 为了内容 丢掉最后的conclusion 没有说 在我看来 这是很不划算的 因为inconclusion 是给电脑一个提示词 表明你最后有总结 那这个信号词 一定要说出来 属于加分项 那想加内容呢 可以放在inconclusion 后面去继续说 那比如我们这个地图题 就可以说 inconclusion this picture is about China and Australia 是不是如果你想说 我的那个国家说太多了 我红点多的部分 我们没有说 那我们可以先说 然后又看到时间快到了 我们就可以先说 inconclusion 说出来 给电脑一个提示词 然后加上 this picture is about China and Australia 是不是 OK 我们现在学会 如何找信息点了 那很多同学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遇到了 很大的数字 不会读 怎么办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RA啊 唯一需要去下功夫练习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说的练习 读年份 数据 月份 以及比较大的数字 那下面给了几个 常见的数字类别 看一下 第一个 47.25 47.25 小数点后面呢 直接读数字 而不是读这个25 这里一定要注意一下 平时练的时候呢 一定要熟悉 看到47.25的时候 就想到 它是point25 后面是25 好 下面这个 27835 考试的时候呢 有出现过中间不给逗号的这个情况 要注意一下 不过大部分题呢 还是正常的表达方式 就是会在这个7后面 加一个逗号 那我们这个如果说你遇到题说没有加逗号 我们还是按正常的读的顺序去读它 27835 这个时候啊 还是要假设这里有一个逗号 按正确的顺序去读 好 这个我们不多说 继续看下一个 好 这个也是 123 1000 看到逗号了 然后一看 后面是三个零 这就想到 我要读一个1000 然后再读后面 456 这里我们平常练习的时候啊 就要去总结 逗号这里 看到的时候 想到是啊 要读 1000 也就是先读前半部分 123 然后加一个1000 然后后面是 456 好 然后还有呢 就是说 如果遇到非常非常大的数据呢 我们一般出现的 就是我们说的 one million one billion 这种单词 这种数据 这个时候呢 同学们平常总结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million 后面是有多少个零 billion后面是有多少个零 要习惯看我们这种大的数据 考试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用再花费时间去思考 说哦 它是什么 它是 它是怎么 它是billion 还是million 它要怎么读 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遇到这些 很多难读的数字的表格题 好 还是一样的做题顺序 好 我们来看 第一 按类型分 好 这是一个table 其次 看看我们有没有题目 好 我们这题目呢 有一个单词是temptable 可以当我们的题目 如果同学们觉得 想要说后面那个 也可以当题目 就是source 也可以当题目 好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分类 这里分类 可以说year and population 都属于分类 然后再看我们的数值 这些呢 都是属于很大的数值 所以如果考试的时候呢 遇到这种题呢 同学们 不要去纠结 挑最好读的读 挑你会读的读 那比如说第一个 550mm 是不是就按我们刚才说的 刚才我们说的是 后面6个0 1mm 然后再往前 是一个550 这里就可以知道 它是先读前半部分 550 然后后面 这些 是我们的 mili 是不是就很好区分了 如果你知道 我们的mili后面 是有多少个0 我们看到这个题的时候 就知道 我们现在先读 550 然后后面 加一个mili 好 然后第二个也是 同样的单位 也是很好读 725 然后加一个mili 加一个mili 好 然后中间你会发现 这些都不是很好读 然后我们看 最后一个 6 billion 80 million 是不是 因为我们如果记住说 billion 它后面有多少个0 这个我们就知道 它是6 billion 然后再往后 这里是80 读完了 后面是mili 好 以及我们这个 1 billion 和600 million 后面 是不是也好读 其他的我们感觉 就比较 看起来比较复杂 这个时候呢 我们能避开这些数据 就避开这些数据 因为我们di呢 毕竟它是 更注重的考察的是 我们的流利度 因为我们没有必要 在一个单词上去卡住 而影响我们的流利度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像我们说的 图片上 所有的信息点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都是采分点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选那些 好读的去读 而考试的时候 如果真的说怕卡住 不想说 这些大的数字 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说 我们左边这一行 这一六的这个年份呢 那挑几个好读的 比如说 2000的这种 1980 1950 这些 是不是也是我们 可以考虑去说的信息点呢 没有必要说 我们一定要读 这些大的数字 然后接下来 再看颜色 颜色呢 这道题我们可以说 黑白 或者是我们就 直接不说颜色了 我们数据整的也差不多了 最后来一个 conclusion 对不对 好 那我们DI呢 就讲这么多 剩下的两个题型呢 流程图和照片题呢 也是按照我们 模板套入 学习如何去找信息点 再熟练的 套入到我们的模板当中 那DI这个题呢 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我们下面来说一下 我们DI的练习方法 好 DI这个题呢 是要学会看到任何图 都可以按照我们 找信息的那个规律 去找信息点 模板是一定要技术的 要灵活套入模板 建议每天呢 不同类型的图 说一个就好 因为我们要去练习 我们的口语的肌肉记忆 去练习我们的模板 凡是基金出现上 基金上面出现的单词呢 都是要总结下来 把它读熟 比如我们刚才说的 国家的名字等等 这些国家的名字 国家的 常见的城市的名字 这些都要积累下来 去把它读熟 考试的时候呢 就不会卡 好的 那这节课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学到一些 read a lot和 describe image的 做题技巧 祝早日考出理想的成绩 好 大家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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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